得知了采灵和清灵的消息后 萧炎内心之中 唯一悬着的一根梁子 也是终于放下了 在没有了后顾之忧后 萧炎才能更专注地 投入在修炼当中 原本萧炎还在思考 下一步的修炼如何展开 雷百倒是给她指明了一条道路 这个连五天鱼都觉得 无比残酷的沙发天 唯有在这种艰难的战斗中 修炼才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然 若是一步留神 把自己的小命给玩完 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不过 在前往这个沙发天之前 萧炎必定还会做出一些准备 先要前往一趟 灵耀天宫 首先要想办法 将重创的心魔分身 给恢复到鼎盛状态才行 唯有如此 萧炎或许才能在 五天鱼所说 极端恐怖如炼狱的沙发天 存活下来 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 萧炎便是一一在对故人 进行了拜访 刚刚停留下来没有多少时日 萧炎又必须继续踏上她的征程 似乎永远实力都不够强大 随着萧炎实力的变强 接触到的层次也是越来越高 敌人自然也越来越强 所以萧炎的实力始终跟不上 这次一个金天龙便是差点要了萧炎的小命 这些都让萧炎再度清醒了过来 对自己的实力又有了新的认知 实力还远远不够 拜访了所有的故人之后 萧炎顺便打包了一些好酒好茶 这才是再度踏上了吴卫号 丁月也是在这些时间里 用白星雨前来斗神联盟的方舟 作为修补的材料 将吴卫号再度加强了 而在吴天鱼离开之际 早已为斗帝大陆布置好了阵法 连带斗气大戒 退离属于他们的这个地方 在萧炎离开之时 已经告知过了萧吴天 更是将所有的魂血都交给了萧吴天 至于萧吴天 这次虽然被白星雨搜了两次魂魄 但萧炎炼制出来的极品丹药 竟是顺带着将他的旧伤也给彻底修复 让萧吴天再一次地感觉到了 体内星辰海提升的感觉 有了这种感觉的萧吴天 顿时眼中便是泛起了精光 能够修炼 至少在漫长的岁月里 才不会显得那般枯燥 而且阵法会将斗地大陆退离这里 朝着广汉天宫 列阳天宫 以及血神界多个界空而去 这些界空会对斗地大陆供奉资源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斗地大陆的资源不足 甚至无法想象 在数千年的岁月之后 斗地大陆究竟能够发展成为什么样子 有足够庞大资源的支撑下 必定会产生更多的强者 萧吴在对这些界空进行复仇的时候 更是带着斗地大陆的众多强者 他们的所见所闻 也将会对斗地大陆以后的发展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 前提是 斗地大陆能够安然无恙 萧吴尝试过 在斗地大陆布置一个虚度传送阵 虽然最终没能完全布置成功 但萧吴将退而求其次 做不到一日抵达斗地大陆 不过一个月却是能够做到 不过 如果真的危险来临 一个月的时间 萧吴就算赶到 也来不及了 一切的根源 还是要彻底铲除斗神联盟之中的金氏一族 唯有这样 斗地大陆 才能真正的安全 做完这一切 萧炎终于抬起头 看向了虚无海 吴魏昊 化作了一缕青烟 消失在了斗地大陆当中 此次萧炎的回归 为斗地大陆 清除了一些障碍的同时 没曾想到 竟然招惹到了斗神联盟 这个更大的麻烦 也是让萧炎倍感头痛 不过 似乎一切都在 女皇殿下的眼皮子底下 都也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这一战之后 萧炎心中燃起了更多的疑惑 古神殿 或许也并没有眼前 看起来如此简单 至少在古神殿的时候 萧炎可没有遇到过 雷白和五天愚 如此强大的强者 但他们 好似都是听从古神殿安排 说明古神殿 比想象中更加庞大 当然 斗神联盟 或许也没有眼前 看起来这么简单 如果只有金太威 一个不小的话 古神殿真正隐藏的力量 未必没有办法 冥界也是如此 表面上看起来 他们似乎都有能力 除掉斗神联盟 但他们都没有这样做 这也就说明 斗神联盟 很有可能会很复杂 这些都是萧炎内心中的分析 就单论金太威 萧炎就没办法打过 或许 只有当自己的实力 提升到足够强大层次的时候 萧炎心中的这些疑惑 才能慢慢解开 吴卫号 已急速飞向了南陵虚武 此去灵要天宫 也足足需要耗费百年时间 而且 这是吴卫号达到极致速度的情况下 这是一个漫长的路途 不过从斗地大陆出来之后 吴卫号上的气氛 便是有了明显的改变 时不时都能听见那银铃般的笑声 只见甲板上 两个你浓我浓的身影 萧綦做出了许多小点心 过着幸福的二人世界 至于萧炎和萧綦 完全对丁月和夏曾辉 置若罔闻 夏曾辉坐在甲板上 斜着眼盯着远端的 谈情说爱的二人 那眼神 散发着浓浓的杀气 可恶 早知道我也带两个妮子上船 先杀我爷呀 夏曾辉一脸的怒气 他说完之后 丁月则是一张脸庞冰冷地看着他 你要是敢把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带上吴卫号来 我就杀了你 丁月冷冷地说道 夏曾辉微微一愣 急忙陪笑 还玩笑的 只是瞧萧少他们 过得逍遥快活 羡慕得很呢 要不 我们 将就一下 夏曾辉说着 便是将目光看向了丁月 话语一出 丁月便是一抬手 长剑握在手中 朝着夏曾辉砍了过去 老色胚 看见 吴卫号上的画风顿时有些奇怪 一边你弄我弄 一边你打我杀 似乎让这漫长的旅途 显得不那么枯燥无聊 当然 百年时间 修炼狂魔萧炎自然不会浪费 除了和萧綦做一些该做的事之外 萧炎也是拾起了 近乎闲置的炼药术 开始炼制一些丹药 从现在便是着手准备 前往沙发天的物资 强大的丹药补给 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